OK,那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学习我们的VUE啊 那我们在上几节课中已经把VUE的指令 基础的指令全部讲完了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再讲一些 我们构造函数里面的一些属性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传在那个 NewVUE的时候会传一个对象 那个对象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属性 像什么EL属性,Data属性,Method属性 这是我们上几节课讲的 那么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属性 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计算属性 OK,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以例子来说明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现在是第六野客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创建一个应代的第二天名 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把这个DIV给它一个景APP 让它作为我们的一个挂台点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图里的标签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VUE 去创建一个VUE的实例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构导函数 写一个EL我们的一个挂台点 然后写一个APP就OK了 景APP需要用CSI的选择器 去选择我们的这个DOM界点 那现在是没有VUE 那我们现在也得把VUE 给通过Squid的标签的方式给引入进来 然后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写几个东西啊 首先我在这里面定义几个数据 DATA 数据我们首先定义一个 NUMBER数据 然后给它一个0 OK 然后再给它一个什么数据呢 给它一个 FirstName 就是我的一个姓 这应该是名啊 给它一个鲁威 然后再给它一个姓 叫做LastName 给它一个6 就OK了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面要输出什么呢 输出这个NUMBER 是不是以双大化这种语法去写一个NUMBER 那么现在是不是就会渲染出来这个0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写一个DIV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姓和名 给它拼接成一个姓名 然后展示到这里面去 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去拼接它 我们写一个MESSA的 然后我们就叫做GETFULNAME OK 然后给它写成一个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直接RETURN一个LIST FirstName 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再加上一个LIST 点LastName 是不是就OK了 应该是 姓LastName 加上一个名 BIRTNAME 就完事了 那我们如果想渲染它的话 也是以双大化的方式 里面写一个JES表达师 JES表达师可以是一个属性 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方法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就写上一个GETFULNAME 这个方法 然后一执行 写上执行的形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好不好使 那我们看 是不是这块输出的是0 因为我们写了一个NUM 这块是不是就是刘鲁威 因为我们把它通过方法 给它拼接起来了 那现在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那假如说 我在这里面写一个Button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写一个Click实键 Click实键后面 是不是也是一个指令 因为在这里面 是一个VUE的指令 后面也是写的一个VUE 现在如果 add一下的话 是不是他就加1 对 add一下他就加1 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函数 直没执行一遍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出了一个Alert 然后他写了一个 我执行了 OK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第一次我执行了 是不是 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炫出 刘鲁威这个姓名 所以说我们确定一下 是不是出了一个刘鲁威 那我们再加一下的话 我们加是不是 只改变了这个 num这个属性 没有改变这个 list.firstname和list.lastname 但是你会发现 他也执行了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写了一个方法 这个VUE不会分析 这里面方法里面 有什么代码 那既然他不会分析 这方法里面 有什么代码 那他就不知道 这个方法 他要执行什么 不知道这个方法 要执行什么 那在这里面 他看到这个 该的fullname一执行 他为了防止 他有漏掉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 每次渲染 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话 他都会执行 一遍这个方法 那如果这么做的话 是不是很耗费性能的 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说 只需要list.lastname 或者是list.firstname 变的话 我们执行一下 getfullname就OK了 其他的情况 是不是我们 直接用以前的值就OK了 因为他们的值 没有什么改变 那这个就需要 我们使用我们的 计算属性了 那计算属性 就是把这个 master的这个属性 给变成这个 computed的这个属性 OK 那么他也是写在 购到函数 这个对象里面的 一个属性 那么现在 在这里面需要 改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面 这个getfullname 跟我们的一个 data和message 是一样的 它会挂在到 这个vue实例的 最顶层 我们直接通过 list.的方式 就能获取 并且我们在这 双达号语法 直接写一个 它的变量 就能获取到它 那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用法 就跟data是一样的 不需要写 函数执行的模式 他在这里面 直接写这个属性 就OK了 那么来这里面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也不需要 这个get的动作 我们给它改个名 就叫fullname 因为我们要给它 写成一个属性的形式 然后现在我们 刷新一下 第一次我执行了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面 要渲染这个 list.的name和 list.fullname的拼接 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点击一下 加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不执行了 那在这里面 这就是一个 计算属性的好处 vue它会分析 计算属性 这个函数里面的 一个代码 它发现 是不是我们这个函数 依赖这个lastname 和firstname 这两个属性值 如果这lastname 和firstname 这两个属性值 变化的话 这个fullname 这个函数才执行 如果这两个属性 现在是没有变化 那么它就不会执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计算属性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button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 b1 然后click 然后我们就叫做 一个change name ok 我们改变一下 这个名字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叫做change 然后我们树底 写一个方法 我们写上 myseer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上change name 改变名字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让 this.firstname 等于 比 对吧 然后我们 this.lastname 性 等于 性等于 小吧 然后名是名 对吧 小名 ok 那如果我们 点击这个button的话 是不是 this.firstname 变了 和list.lastname 变了 那么在这里面 它就会重新 执行这个函数 那么来试验一下 我执行了 是不是执行了一遍 然后我们 add的时候 因为它改变的是 nam的值 跟我们的list.firstname 和lastname 这两个数据没有关系 所以说 这个函数就不会执行 但是你change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执行了一次 因为在这里面 它需要把这个小名 给变了 那在这里面 要注意的话 它是不是依赖了 两个数据 一个叫做lastname 一个叫做firstname 只要一个变的话 它就会改变 那假如说 我在这里面 只改变了这个firstname 那它应该叫留名 那么来看一下 好不好 是不是执行了第一次 因为第一次 它需要重新 渲染我们的页面 然后你change的话 是不是它执行了一遍 比如说 它只有依赖了 其中的一项改变的话 它依赖当中的 其中一项改变了 它就会重新执行 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 基蛋属性 还有一点 它有一个缓存机制 那假如说 我们在这里面 再输出一遍 这个fullname OK 那再输出这遍 这个fullnam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它执行了几次 是执行了一次 也就是说 它会把我们 刚才的这个 数据给缓存下来 如果下一步 我们再用到 这个fullname的话 它直接就走缓存了 不用再去执行 一遍这个函数了 那假如说 我们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 getfullname 还是以前这个方法 把它变成一个方法 那么来看一下 它会执行几次 找个fullname 一执行 一执行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一面 我执行了 确定 我执行了 数执行了两遍 那么这就是计算属性的 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我们会 VOE会分析 这个计算属性里面的代码 只有它依赖的 那个数据变得的话 它才会执行 第二点 它执行完之后 会有一个缓存 如果我们下一次 再用到这个属性的话 它直接去走缓存了 不用再去执行这个代码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计算属性的用法 那除了计算属性的一些 简单用法呢 其实计算属性 还有一些复杂的用法 那么还是以需求来说明 我们的需要讲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当 list.lastname和list.firstname 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会导致 fullname的一个更新呢 那我们反过来 如果fullname 你给它设置一个新的值的话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 让这个lastname和firstname 有一个更新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个 get和setter get和setter 如果同学看过object 的define property 那个属性的话 对get和setter 会有一定的了解 那在这里面 不了也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来讲 那么如果你想用get的setter的话 你这个fullname 就不能写成一个函数了 那我们只能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对象 OK 那对象里面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就叫做get get这个属性 就定义好的 只能是get的属性 然后第二个 叫做set属性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再来解释 这个set属性里面有什么 set属性有个new value OK 那我们get的属性和set属性 什么时候去使用呢 那么get属性 属性就是 当我们去获取list.fullname 这个值的时候 它会走get这个函数 比如这get函数 会在你list.fullname 或者是在双档块里面 去获取fullname 这个值的时候 它会走get这个函数 那set函数呢 那么是不是就是 当我们去设置fullname的时候 你会去走这个set函数 那在这里面 我们上面是不是通过get fullname去获取了 所以说我们给它删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fullname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去获取fullname这个值 获取fullname值 就会走get这个函数 走get这函数 我们做的一个逻辑操作 是不是就是 把list.fullname和list.lastname 给它拼接起来 是不是就跟我们 以前写的函数的逻辑代码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粘过来 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我执行了 给它变成我执行了get OK 然后这set呢 set是不是说过了 当我们去设置fullname这个值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个罗级操作 并且把你设置那个fullname新的值 给注入到这个new value里面去 这new value是一个接收的参数 这参数你可以叫任何的值 你如果叫n的话 你在这里面就n 如果你叫new name的话 你在这里面就用new name 那在这里面我们打印出来这个new name new valu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button 我们button的一个作用就是改变这个fullname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叫做change fullname OK 然后就叫做change full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方法里面去写这个change fullname 然后给它写成一个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让这个fullname给它变成一个其他值 我们就叫做小红 把它变成小红啊 姓是小 名是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打印了一下这个new name 然后我们刷新我们的页面 刷新我们的页面 一刷新 然后它是不是我执行的get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是需要去获取这个fullname值 所以说它执行了一下get 然后就没有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点击change full change full的一个代码是什么 是改变一下我们的这个 类似的fullname的一个值啊 然后在这里面 它是不是就会输出一个小红 这小红是谁输出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set函数执行了 set函数执行了 它会输出一个小红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change fullname值的话 它就会走这个小红 走这个小红的话 我们是不是现在想让这个姓和名都更新呢 首先我们要在这里面去提取一下 我们握一个array等于newname 它是不是以空格去分开的 所以说它有个supply方法 以什么去分开 我们就以这个空格去分开 那分开是不是它会有array里面 数字里面会有两项 第一项就是它的一个性 第二项就是它的名 所以说我们list.lastname就等于这个array0 第一项 那list.firstname呢 数就等于这个array1 第二项 OK 那么它改变的话 list.lastname和list.firstname改变的话 谁改变了 数就是get这函数应该执行了 然后就会把这个lastname和firstname改变一下 然后把这个fullname给写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操作 我执行的get第一次去获取这个fullname的话 会走那个get函数 然后我们fullchange 是不是我执行了get 因为在这里面 是不是它list.lastname和list.firstname一变的话 是不是这个fullname也就变了 它就会走这个get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会走出来这个小红 那么这个就是计算属性的一个复杂用法 那如果你想让我们的一些 这个fullname去依赖其他的一个属性的话 你就把它写在get这个操作的一个逻辑里面去 当我们这些属性变的话 fullname就变了 那你如果想让fullname发生改变的话 从而影响其他数据的改变 你就把它写到set这个数据 这个函数里面去 就OK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属性的用法吧 OK 那我们已经介绍完computed这个属性了 那我们再介绍一个属性叫做watch watch这个属性 跟我们这computed和date method的用法是一样的 我们写到这个够到函数 传过去的一个配置的对象里面 那么computed是做什么用的 computed是不是监听我们一个数据变化 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写了一个函数 这函数它ve的一个底层会分析这个函数 会分析到我们这个函数里面用到了什么数据 如果这数据变化的话 我们是不是掉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就是computed的一个用法 那在这里面 watch跟我们computed的功能是一样的 也是监听一个数据 当这个数据发生变化的话 它进行一些逻辑操作 那为什么在这里面会有computed和watcher 这两个实现呢 watch这两个实现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先一个例子来说明了 说明完例子之后 我们再回来的头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有watch 在这里面还是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2.html ok 然后我们还是生成一个html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景app 当作我们vue的挂载点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数据标签 去创建一个vue的实例 然后在这里面 new一个vue 去创建一个vue实例 然后在这里面去传一些参数 el参数 就是我们这个vue的挂载点 是什么 我们通过一个cd的选择器去选择 然后第二个就是data数据 那我们一会儿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写数据啊 那在这里面还是得把我们这个vue给引入进来 因为我们没有引入vue的话 是没有这个vue这个变量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引入完之后 那现在我们有个需求 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搜索框 每一次用户搜索的话 一输入这个呃按键的话 就是假如说在搜索框里面输入123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去向后台去发送一个rx 就把这123给提交给数据 提交给后台 然后后台反回给一些数据给你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来做一下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input框 ok input框 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键入的话都会有一个数据啊 那个数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所以说我们先写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search一个input ok 然后在这里面它首先是一个空的一个组章 然后我们通过双向的数据绑定给它绑定到这上面去 等于一个searchinput ok ok 那我们把这个searchinput给它绑定到上面去了 那如果我们输入这个键的话 是不是 它因为它是双向的数据表面 我们去改变html的盗目节点 从而改变这个数据 数据改变了是不是 我们这个盗目节点也该改变了 这就是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然后在这里面 双向的数据绑定 这块input框我们写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有一个盗目节点 盗目节点让我们写上一个正在搜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用户输入的时候 我们去显示正在搜索这句话 如果用户输入完或者没有输入的话 或者输入完请求过来之后 它就这个正在搜索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个一个v-f 然后等一个show searching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刚开始是一个false 因为我们不想展示这段盗目节点 等我们去用户去输入这个input框的时候 才把这个盗目节点给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有个ur 然后有个li 因为我们每输入一次一些东西 去后台去请求一个数据 后台请求数据给我们之后 我们说应该把这数据给炫到 这个呃我们的一个盗目节点上面去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个v-for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数据叫做results 那就是我们接收返回回来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a term 印上这个results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上这个results OK 那我们说现在这个需求就写完了 需求写完之后 我们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watch去做 那watch是什么呢 watch也是我们这购报函数 全传参数里面的一个属性 watch属性 那他在这里面也是对象 对象也是建设队的形式 那么他的一个属性名是什么呢 属性名就是你要监听的一个数据的变化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每一次输入这个input框的话 是不是都会改变searchinfo的值 searchinfo的值改变了 我们说要去往后台去发送一个iX请求 所以说我们就监听这个searchinfo的改变 searchinfo一改变 我们就做一些逻辑操作 那些逻辑操作里面就是去发送一个iX请求 那在这里面首先我们这个searchinfo 后面的一个逻辑函数里面有个query 他会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看一下 这个参数就是我们每次去更新这个searchinfo 是不是等这searchinfo更新了改变了 是不是才会去触发后面这逻辑函数 这个query就是你每次去改变这个新的一个值 这个new value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query 给他输入到里面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宝石啊 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在这里面 这个数据atom 我们应该去输出这个atom atom是不是我们循环这数据的每一项 然后eX是否应该什么都没有啊 那在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打开控制 你会去凑了看一下 少了一个引号 OK 稍息 OK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去输入这个info的光 输入info的光谁改变了 双线数据表 那个searchinfo改变了 searchinfo改变了 谁出发了 那个监听的一个watch函数出发了 watch函数出发 是不是会把我们当前的新的值给我们就query这个属性 query这个变量是不是就会输出出来 我们consult的log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数据会输出最吸引我们输入的值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每一次输入都要做什么 首先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正在搜索的道目节点给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说只有sort的时候才会显示道目节点 所以说我们直接这个this.show一个search show一个search 然后等于一个true就OK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输入的时候 是不是这段搜索已经出来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得根据我们用户输入的值去向后台去发送一个ex请求 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没有后台 我们可以用什么去模拟啊 是不是有一个settimeout 是不是一步函数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模拟 那我们就模拟500毫秒之后去触发一个函数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就有可以请求后台一些数据啊 在这里面是我们就是把这个result给更新成什么 更新成我们这个数据就是html css js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的键子 你会发现它输入没有出来这个list.result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输出一下这个list.result OK 然后在这里面123 是不是list.result出来了 但是在这里面你在上面这个作用域里面去打印一个list.result 然后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什么都没有 那是0 这是为什么呢 那想一下 因为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用了一个逆步操作 逆步操作我们是不是用sitTimeout去模拟呢 去模拟之后 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个list指向还是我们的一个voe实例呢 是不是不是了 这里面类似应该是一个window的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一个list指向 是不是就看谁调用它 那在这里面function有人去调用它 是不是它这个函数自己去执行 自己执行的话 它默认是不是就指向window 严格模式下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 非严格模式下它就是一个window 那在这里面 所以说这list指向肯定是错的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我们在这块去打印一个list ok 那我们在上面去打印一个list 我们把这两句给去掉啊 然后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 是不是第一个这里面是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voe实例 第二个是window 说明它一个list指向错了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 你把这个函数给变成一个箭头函数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输入一个1 说都是一个voe实例啊 为什么呢 因为箭头函数里面 它是没有类似指向的 它类似指向会借助谁 会借助它负极的作用域 那它负极作用域是不是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类似指向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voe实例的 所以说这个voe实例就获得出来了 那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类似给保存成一个变量 我们握一个vm等一个list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用vm 然后我们假如说会换成一个普通的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输出一下vm 看一下是不是voe实例 是不是啊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vm变量 这个list实例 voe实例给保存成一个vm变量了 ok 那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vm.result等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我们写一些数据 css再写一个html 看一下它好保持啊 是不是 一 二 是不是 三 我们再刷一下看一下 一 正在搜索 是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出来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 搜索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 类似vm 加上一个show searching 给它变成一个false 是不是让它不显示 对吧 ok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然后一 是不是真的搜索也没有了 我们再输出一个一 然后500号码之后 是不是又没有了 对吧 是不是它每次都会去触发 这个watch函数 然后进行一些逻辑操作 那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又学了一种 去监听我们数据的变化的 一个属性 叫做watch 那么computed 是不是也是 它会分析那个函数代码 那在这里面 为什么会有watch 和computed 这两个属性呢 那你会发现 computed里面什么 它会有一个返回值 return值 那我们VoE 它会读取这个return值 那假如说 我们这些罗络操作 没有一个return值 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有return值呢 所以说 你就得给它一个watch 监听函数的 而且 这computed里面 你必须是一个同步的代码 你不能写一个eep的代码 因为它会去监听 这里面的一个变化 它会需要 你把这个computed的值 变成了什么 所以说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同步的操作 那这个watch呢 你可以写一个eep操作 那也就是说 watch它有两点 第一点 它可以有 没有一个return的返回值 然后第二点呢 它可以是一个eep操作 那我们computed呢 必须是个同步操作 必须有一个return返回值 OK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 不同的需求 去用这个watch 还有用这个computed的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computed的 一个基础用法 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computed的 和watch都学完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开一个练习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练习到底是什么吧 那首先我们还是在这里面 增加一个 html 这个叫做proaccess .html OK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也是 需要把基本的一个 html大体的框架 给构建起来 那在这里面 我们写个sql的标签 那在这里面 再写一个div div里面有一个id 我们在这里面 叫做一个app 然后我们用一个voe的实力 把这个div给控制起来 让这个voe去实力 去控制这段div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需要new一个voe 那在这里面 说我们还没有引这个voe 那这个voe还有一个el属性 el属性 我们就写一个sql的 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 假如说我在这里面 有个date data data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 有一些数据 那数据 我们有moves数据 一些电影 电影是一些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 是不是都是一个元素 元素都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什么 有个name 对吧 那电影的名字 那假如说写一个 桌腰记 OK 那在这里面 再写个year 桌腰记二吧 2018年的 让2018 OK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 最近比较火的一些名字 什么叫做namo 有一个星球大战8 对吧 星球大战8 OK 然后他也是2018年的 OK 还有什么电影 最近 还有一些 赫岁片 叫什么 唐人杰 摊案2 对吧 我们再来写一下 唐人杰 摊案2 对吧 然后也是2018年的 OK 那我们写了这么多电影 那首先 那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把它输出到一个url里面去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url 然后里面输入li 那一项就是一个li 那在这里面我们应该写三个li 是不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用v-for去循环这个速度 那在这里面我们不要这么做 我们要用这个计算属性 因为我们不是学的计算属性的 那我们不是要输出这个名字还有这个页 我们要输出这种形式的 桌腰记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2018 输出这种形式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v-for 但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速度 给它变一下 变成我们想要的速度 然后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的速度之后 我们再用v-for去循环这个新的速度 循环我们这个速度里面的那个 呃的元素都变成这样的 所以说你要需要一个转换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小练习 那第二个小练习 那在这里面我们说可以有个button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新的 呃新的一些 我们目位 所以说我们这块就叫做添加 电影 那在这里面我们添加电影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个点击键 那我们一点击它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呢 给它一个弹窗告诉用户 我们添加了什么电影 那这就是我们的两个小练习 那现在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练习 做完练习之后 回来 然后跟我一起敲 看你们有什么不足 再给它补齐一下就OK了 那你们现在就练习一下吧 OK 那欢迎回来啊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完了 其实这个练习也比较简单 那只不过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 moon wave这个速度 给它变成这种形式的 每元素里的每一项 呃 速度里的每一项都是这种形式的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有一个处性 叫做computer的 计算属性 所以说在这里面要写一下 计算属性 叫做computer的 OK 计算属性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介质对的形式 那它的一个属性名叫什么呢 属性名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它的一个名字 在里面我们要用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叫做一个formate 对吧 formate一个 目位 OK 我们转换一下这个目位 然后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函数啊 function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要把这个速度给它转换成一个新的速度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要循环这个速度啊 循环这个速度我们用map 因为map是它会返回一个新的速度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this 点上一个目位 点上一个map 然后map里面是不是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传一个回调函数 作为它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回调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什么呢 就是我们循环的每一项 因为我们要循环这个速度嘛 循环速度是不是要一项一项的循环啊 那第一项我们就叫做目位 对吧 那在这里面就是叫做目位 OK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目位转换成什么啊 速度这个新速度的每一项 是不是要是这种形式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return一个this 点上一个 哎不是this了 目位 点上一个name 然后再加上一个括号 括格 然后再加上括号 然后再加上 目位 点上一个year 对吧 它的一个年份 OK 然后还是得加上那个左边的括号 就OK了 是不是就是这种形式 我们加号没有写 OK 那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 速度的每一项 是不是都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并且它说会返回一个新的速度 那在这里面我们return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因为我们这个formate目位 你用它的话 是不是它会写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啊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啊 就是一个速度 那在这里面 li里面我们应该写什么啊 是不是写这个v-for这个属性 我们要循环这个新的这个formate目位 formate目位怎么用啊 是不是就跟我们用这个date里面的属性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目位 目位 上一个formate目位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一项目位都给它渲染出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写上一个目位就OK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一个计算器 看一下是不是主要记啊 2018 新生大战8 2018 然后他人天啊 2018是不是就OK了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就用了这个计算属性 计算属性的一个意思就是 当我们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一个 这个目位里面的值的话 他是不是会自动的去计算我们这里面的一个依赖 这里面依赖什么的话 他就会返回这个依赖的一个值 我们这个VUE的底层会去监控这个函数 而不会每一次都会渲染这个函数 等我们用到这个函数的时候 他才会给它渲染 他才会去执行它 OK 那接下来我们说还有一个添加键有一个button 在这里面说我们应该点击一个事件 所以说我们V-on一个click点击事件 那在这里面我们要添加电影 我们就写一个函数据的add目位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个messor的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写一个函数 函数据的add目位 OK 然后它也是个方式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应该写什么 是不是我们要去添加这个电影 然后添加一个电影 并且呢 数据告诉我们的用户 我们添加了什么电影 首先我们应该添加一个电影 所以说我们在点目位 然后目位在点上一个push push的话是不是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重写的方法 那数据的重写方法 虽然在这里面这个数据是一个引用值 引用值的话 它就是不会监控引用值内部的一个变化 但是push它是一个它重写的方法 那在这里面它就会监控我们数据内部的变化 就会重新炫我们的一个盗目节点 那在这里面我们以前都讲过 那在这里面我们会推进去一个对象 那对象也是这个内部的形式 我们看还有什么一些电影 在这里面写一个 幽默转对吧 幽默转 幽默转都是2017年的 2017 OK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把它添加到进去了 把它添加到进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目位会改变 目位改变了 谁就会改变了 是不是这个formate目位就会改变了 因为它在这里面会监控这里面的一个依赖 因为它依赖了这个目位 目位最变化的 这个formate目位就会自己执行 而不会我们每一次其他无相关的一个元素发生变化的话 数据发生变化的话 它会再执行一下 它不会的 它就会只是在目位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 那它执行的话 是不是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把这个给 URY给DOMG里重新渲染一次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需求 因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用户 给它一个弹窗 告诉我们去添加的是哪个电影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 谁变化了 是不是这个目位子发生变化 目位子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watch这个数据吧 去监控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写一个watch OK 然后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数据名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监控这个数据的名字 我们说要监控目位子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对于发生变化的话 是我们要执行这个函数 函数会传给我们一个参数 是不是就是一个new value 就是我们去更新的这个数据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直接就是 alert一下 我们直接alert这个 我添加了 什么 在这里面是一个自乎串 我添加了 OK 那在这里面这个new value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新的数据 那新的数据 是不是我们要新的数据的最后一项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new value 的最后一项 是不是就是new value 加上一个less-1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项 它-1 是不是就是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 它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name 是不是就是添加了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电影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使啊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添加电影 是不是我添加了妖魔转 确定一下 是不是这个妖魔转 也去更新了 因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面你刚才已经解释了 这个movey发生变化的话 是不是formate movey 它就会更新去执行一遍 它执行的话 我们的到我们基点 是不是就渲染一遍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练习 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结合了这个computed 和watch的使用 那在这里面 给它揉合成了一个练习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一些 场景的一个使用啊 那回去之后 你们还要把这个小练习 给做一下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watch和computed的计算属性 怎么去监控我们的数据 怎么样这个数据一发生变化 按照我们想要的逻辑进行操作 那么接下来这些课呢 我们还要去看一些 其他的一个这个new value 这个对象里面 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一些属性 那么我们就下节课见吧